第2964集 夏若雪得到星月之神的传承符罩,那符罩之中就带着星月之神的残念。 此刻夏若雪遭遇危险,星月之神的残念立即飞渗而出,要保护他。 我的传人轮不到你们伤害。 星月之神一挥手,片片星月神光汇聚成一道滔天洪流,狠狠冲出。 一众黑衣贱女遭到星月洪流的冲击,身形顿时被震退。 哼,区区夜里残念,还想对抗女皇。 为首的一个黑衣贱女冷笑起来,反手释放出一团紫光,却是玄机月自语的宿命符罩。 滚滚宿命洪流顿时席卷而出,将星月之神的光芒彻底压制。 紫薇宿命术,好霸道的威亚。 星月之神脸色微变,紫薇宿命术是玄机月的拿手绝技,着实不好对付。 前辈。 夏若雪看到星月之神陷入困境,顿时担忧。 他还在杜劫,无法分心。 否则的话以他明月天书和轮回星宴的威压,足以碾灭全场。 不用担心,好好修炼。 你是我的传人,我会替你挡住一切劫难。 如果今天你不死,以后一定要想办法去太上世界。 前往太上世界,是我的夙愿。 星月之神手掌一握,一缕缕星光月光,汇聚成剑。 他握着星月之剑,在此杀向那十几个黑衣剑女。 夏若雪听着星月之神的话,顿时心头一震。 原来星月之神的夙愿就是前往太上世界,见见尚未者的风采。 前辈,我若不死,定也不负所托。 夏若雪吟牙一咬,答应下来。 星月之神已经陨落,只剩下一丝残念,眼下形势危急,恐怕他连残念都不保了。 夏若雪答应了他,如果有一天他不死的话,会想办法去太上世界,替他完成夙愿。 星月之神势然一笑,似乎放下了执念,眼神变得清澈,独自一人去面对那十几个黑衣剑女的锋芒。 幕府外面,夜晨和老佛金鹏还在僵持着。 夜晨听到幕府之中传出阵阵激烈的打斗声,该死,若雪有危险。 夜晨咬了咬牙,只害怕夏若雪出事,现在天上雷结还没有消散, 夏若雪还在杜劫,光靠小白和雾土圆福怎么可能挡住那十几个黑衣剑女的进攻呢? 夜晨只想快点杀过去,解救夏若雪,但是老佛金鹏死死缠住他,他压根抽不开身。 轮回之主,别白费力气了,今日之战我唯有死而已,那罪女也必死无疑,一命换一命,我余怨足矣。 老佛金鹏目光苍凉,三宝金刚杖牢牢镇守,抵挡夜晨的鸿蒙天刀,哪怕轮回血脉将他压制境界,他也不会放弃一切机会。 夜晨想速战速决,绝无可能,孽畜,非要逼我杀你,主宰剑法,一剑入魔。 夜晨目自尽烈,再也忍不住,拔出骆尘降龙剑,剑指苍天,煞时间,无穷无尽的魔器滚滚弥漫下来。 夜晨这一剑不是化仙,而是入魔。 老佛金鹏专修佛法,就算夜晨化身仙道主宰,也未必能迅速解决它,甚至强大的新魂斩,面对佛法也要弱上几分。 只有一剑入魔,变成天魔主宰,才能依靠疯狂的魔器吞噬所有。 但是如果入魔,魔器缠绕之下,很容易侵蚀道心,对以后的修炼大大不利。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夜晨也不会依靠主宰剑法入魔。 现在形势危急,夜晨也不管这么多了,一剑指天,彻底化身天魔主宰。 无尽魔器加身,夜晨身躯之上,出现一席天魔主宰战袍,上面浮现着尸山血海,万魔朝天的画面。 一尊万丈高的魔神,从夜晨背后冉冉升起,顶天立地。 夜晨的双眸也是彻底化作血红,面目猙獰,甚至有獠牙浮现出来。 金鹏斩翅,破! 老夫金鹏看到夜晨入魔,顿时感到无比凶险。 那万丈高的魔神幻影,简直是要镇压一切,无可抵挡。 电光石火间,老夫金鹏决定做最后的一搏,他摇身一变,显化出金鹏原形。 一头金翅大鹏凌空浮现,扇动着巨大的双翅,卷起天地风暴,锐利的爪子狠狠戳向夜晨的脑袋。 魔吞日月,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夜晨獠牙浮现,模样正宁到了极点。 手掌一挥,身后万丈高的魔神虚影顿时动了。 庞大的天魔手掌仿佛要射夺星空,轰隆隆笼罩下去。 老佛金鹏的身躯顿时被魔爪捏住,拼命提轿挣扎,却动弹不得。 死? 夜晨目光凶狠,手掌一用力扑斥一声,居然活生生捏爆了老佛金鹏。 煞世间,一片片金鹏羽毛混合着鲜血飞溅而出,无尽佛光溃散,所有生机尽数流逝。 只一击,夜晨轻轻松松就捏爆了老佛金鹏,不费吹灰之力。 化身天魔主宰,夜晨凶威之争宁,简直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无人能够抵挡。 当然,若不是轮回血脉正好能压制天荒地牢,换成其他还真镜强者降临,夜晨必死无疑。 击杀了老佛金鹏,夜晨迅速收起浑身魔气,恢复了清明状态,浑身只觉得一阵虚弱。 太上血丹,恢复! 夜晨立刻掏出了太上血丹,依靠血丹的能量滋补身体,很快恢复了精神。 八卦填丹术,炼花! 看着老佛金鹏的尸体,夜晨自然没有错过,手掌一挥之间,一缕缕八卦气息流淌而出,当场就将老佛金鹏炼制成了一颗金丹。 这颗金丹上面印着大鹏展翅的图腾,非常好看,佛光不断地蔓溢着,能量极为充沛。 这颗金丹留给小黄。 夜晨收好金丹并没有自己服用,现在夜晨的体魄已经非常的强大,这颗金丹对他没什么用,但如果给小黄服用的话,应该可以壮大小黄的筋骨。 当初的荒谷地霄就是被小黄给吞了,如果天荒地老,小黄全部吞噬的话,筋骨会有质的飞跃。 收好金丹后,夜晨收缴了三宝金刚杖,又得到一件大员兵,最后深入闪电直闯幕府。 若雪,等我。 夜晨大步闯到幕府深处,却看到星月之神的残念,正在对抗那十几个黑衣剑女。 星月之神只剩下一缕残念,又是孤身一人,终究寡不敌众,身躯不断摇晃,已经面临消散,而夏若雪还在杜劫关头。 耿金圆服,给我。 夜晨脸庞动容,祭出耿金圆服正想将那十几个黑衣剑女全部斩杀,但就在这时,天上的雷鸣声突然止歇了,月光浮动,轮回星雁汹涌。 夏若雪眼眸冷漠如水,杀气森森,终于度过了雷劫。 此刻的夏若雪修为气息彻底稳固,使圆镜三层天的气势爆发到极致,明月天书悬浮在她的头顶。 书页哗啦啦啦地翻动着,每一页书都环绕着轮回星雁,啥是好看。 明月天伦,起。 夏若雪看着那十几个黑衣剑女,目光带着恨意, 仙手一挥间,一轮皎洁的圆月,冉冉生腾而及。 那圆月之上,缭绕着层层轮回星雁,这些轮回星雁得到星月符罩的滋养。 已经彻底升级,演化出冰黄飞天的气象,绚丽夺目。 什么?这个罪女居然变得如此强悍? 一个个黑衣剑女只觉得夏若雪浑身气息无比霸道,明月天书的威力比十大圆幅还要厉害,那轮回星雁升级之后,更是不输玄机月。 众女内心之中无比震撼,看着夏若雪手上的圆月只感到无法抵挡,慌忙转身狂逃。 哼,夏若雪冷哼一声,没有丝毫留情,明月天轮碾压过去,带着滚滚轮回星雁,摧枯拉朽一般,一触碰到那些黑衣剑女的身躯,就直接碾碎。 瞬息间,夏若雪碾杀全场,不费吹灰之力。 明月天书和轮回星雁的神威都爆发到了极致。 很好,我后继有人了。 星雁之神看到夏若雪这么强势,欣慰地笑了笑。 随后身躯不断淡化,最终完全消失。 他终究只是一缕残念,刚刚有精力大战,能量已经耗尽,无法再支撑下去,彻底消失。 前辈! 夏若雪叫了一声,手指伸出,然而只碰到空气,星雁之神已经消散了。 若雪! 夜晨凝望着夏若雪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没发生意外。 夏若雪安然渡劫成功, 而女皇天宫来的人也全部被斩杀。 夜晨是轮回之主的身份,至少暂时不会被玄机月知道。 夜晨,你怎么来了? 夏若雪见到夜晨的身影,顿觉如梦如幻,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担心你出事,特地赶来保护你,幸好你没事。 夜晨心神热血动荡,忍不住抱住了夏若雪的郊区。 小白也跑了过来,搂住夏若雪的大腿,双眼渲燃郁气,刚刚差点就出事,幸好安稳度过。 我没事,听说帝氏天要举办徒盛大会,想引你入局,我正担心你呢。 夏若雪看着夜晨,眼眶里有泪水在打转。 他冒险踏入星月幕府,正是为了提升实力,希望能在徒盛大会上帮到夜晨。 没事,帝氏天想杀我也没那么容易。 夜晨这段时间已经做了很好的准备, 帝氏天和玄机月想杀他绝非易事。 何况,夜晨的目标也不是为了诛杀帝氏天和玄机月, 只想挽救永恒圣王而已。 永恒圣王帮过夜晨很多次,因果极重。 夜晨自然不能看着他死去。 至于帝氏天和玄机月,夜晨自然没有狂妄到 以为自己有诛杀这两人的实力。